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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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生在真人身上的 在这个时代曾经 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曾经有过的事情 不管我们的船是向方方 我们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 中国 通道全船 我船即将执行继续救援任务 各部门准备 接到这个项目之后 一点点地看剧本的内容 然后包括相关的报道和纪录片 有这么多戏 有这么长的篇图 去扮演一个当代的中国军人 对我来说 是一个挺吸引我的点 可能我们的剧 并不能完全展现 每一个人身上的闪光点 但是我们会尽力 让观众感受到 这些职业军人 我叫叶南 我跟你们一样 我是一个兵 我的军灵 二十一年 叶南看似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基层指挥官 但其实也算铁罕柔情吧 我这也是最近刚想起来的 你说这一时让回去 让老婆孩子看见我担心吗 想着女儿了主动打过去呗 你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思想工作了 怎么碰到自己就不行了呢 是的 刚刚给我打了嘛 约定的时间我没接着 我怕她万一剩我气了 我现在打回去 自讨没趣了 因为我们和平方舟的任务 大部分是一个出国访问交流 以及医疗援助 作为一个政委 除了关心每一个人 帮助大家做心理疏导 就证思想上的小错误 更多的是在面对其他国家的时候 一些外交上的礼节礼仪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二十天的动作系 包括我们最后设计的两个长镜头 我们又用了比较先进的设备 这些设备造成在整个片场上空 会有很多条钢索 也就直接导致了没有办法有效地去下一个保护的尾牙 我们想呈现特别真实的效果 那就只有来吧 而且毕竟伤碎数了嘛 有的时候一些动作做不到位 就会出现各种伤害 当时是确确实实转到没法看了 但是我看到捡出来的东西 我心里还觉得挺带劲的 住手 保护好其他人 是 兄弟 我心里活力 你自己行动 不 他 陷入这样的一个危难情境 我身边还有一名翻译 一名机电工人 一名军医 我不能让三个非战斗人员陷入危险 那么我必须要站在前面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我就带着他们活着回到船上 两名船员潜约安全 我们在护衣家的路上 军旅体裁的戏对于如今这个影视市场来说 我其实是非常需要认真去做的 我希望这部戏 能够对我们的观众 形成一种对国家 对军人的热爱 中国海军 和平方舟号一月船 准备完毕 请示起航 起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